念阿弥陀佛 念得清清楚楚 没有妄想 也没有无名 一句佛号 不但破妄想 也断无名 作用不可思议 下面是告诉我们 念佛的方法 这四个字 阿弥陀佛 最重要的是念得清楚 速度不要太快 阿弥陀佛 这样念下来 心是定的 追顶念佛了 受不到这个效果 他心是动的 最重要的是 把我们自己 清新心念出来 所以 不能有妄想 妄想 咋念 我们的心呢 定不下来 无名也不行 无名是昏沉 念念就睡着了 精神提不起来 所以 这一句佛号 清清楚楚地念 寥寥分明地念 既破无名 也断烦恼 作用 能帮助我们 能帮助我们 的清净心 清净心 如果先起 从早到晚 我们常说 六根 接触六层境界 执着没有了 不再执着了 不再执着人 就能随便 像海鲜 老后人所说的 什么都好 什么都欢喜 这就是 执着放下了 功夫的练乱 那么念这一句佛号 西方人 是极乐世界人 往生到极乐世界 纵然是 下下平往生的人 也听得很清楚 这往生极乐世界 平位最低的 是下平下生 下平下生 也听得很清楚 西方众生 统统欢喜 他知道 你要成佛了 不但如此 十方世界 祝佛忽念 那些忽发神 能不拥护你吗 祝佛都称赞你 忽念你 所以 忽发神呢 都尊重你 都护持你 那 随着一句佛号 念好 这是 一切祝福 度众生 顶尖的法门 没有比这更殊胜 没有比这更高的了 这个法门 真的是非常容易 但是很难信 那能信的人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什么人能信呢 弥陀经上所说的 善根福德英语 这三样具足 他一听 他就能信 他就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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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 有点 对 他就能接受 还行 就能接受 都能接受